來 一鳴,你先回去吧 我跟月Sir聊天 好 你怎麼樣?很忙嗎 訊息你又不回覆 那你當我裝忙吧 那明天的公司準備得如何 好的 一直以來,大家都知道 暫停當你是偶像 明天你要幫他,幫發證 沒法公讀 沒法公讀 暫停,鬼根找到了 我都說他當你是偶像 學完你的臭小子 對,一百分 我是一百分的 就不會看不住他想死 是 暫停的事,我們大家都很難過 但我知道最難過 最辛苦的一定是你 既然他給你這個分數 證明在他心目中 最信得過的人就是你這個師父 對,我知道你一定定得住 不要讓他失望 怎麼樣? 那這次情緒做什麼? 我不相信,立刻去報徒吧 來吧 余星柏先生, 請你介紹一下自己的職業 我是法政部的高級化驗師 麻煩你講解一下這個頭盔 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個頭盔是我問朋友借的 一般的電單車駕駛者 都會在頭盔的外鏡上噴上防水噴霧 當中的架素樹枝和溶劑 會將雨水滲走 就算下雨的時候 也不會影響他們的視野 我是法政部 有重新檢驗過死者的頭盔 證實他在外鏡上 也有同類型的防水物質 就是說案發當時 死者沒有受到事事影響而出事 沒錯 我遲些還給你 就算死者當時的視野正常 也很難證實他開車的時候 沒有分心 但我可以證明 私家車的司機是有超速駕駛 我們在私家車左邊的前後輪 都找到有牛屎 而在車駛同一路段的一棵樹上 亦是牛屎的淺痕 再加上行駛同一路段的 專線小巴的行車紀錄 時間上可以證明 在私家車駛過之前 路上是一堆完整的牛屎 我們可以相信 私家車高速剪過牛屎 令牛屎剪飛到樹幹上 現場並沒有監察儀器 單憑你的想像 我是相當懷疑你的推論 有沒有合理性 這樣我們可以做一個模擬的實驗 范公閣下, 這是模擬現場 所有配置都符合比例 稍後我會用物理功勢去跳往車速 放心, 不是真的糞便 是朱古力 是朱古力, 不過我製作認真 質感真的像在吃紙 靜日, 在你前面那疊呈堂文件 是不是全部都是由你的下屬暫停經手 好的 沒錯 一共有多少份? 六份 法官閣下 這六份由暫停經手的文件 裡面是有錯的 由於暫停本身是一個濫藥者 經常服食鎮靜劑 是一個不可信的證人 在這裡我要求法庭拒絕採納法政部的意見 以免我的當事人成為下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法官閣下, 我想澄清一點 食藥和濫藥是兩件事 暫停是我的下屬 他食藥和做事做通宵 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不想放過任何搜證的機會 他上一次的文書已經出錯了 證據確鑿 我聽人家說 敵大狀也試過出錯律師信 令Keyen選出了十多萬 我又聽人家說 敵大狀的肝不好 每個月都要見醫生 你明知道自己不能買東西 今早這麼早上庭 昨晚還在獅頭上玩天亮 我還說, 如果你覺得暫停有問題 那我覺得你的問題比較嚴重 法政部的新證據 對案情帶來新突破 最終還原事發經過, 秉行公義 希望公眾能夠重拾對法政部的信心 本席現在宣判, 被告人懲罰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罪名成立 全都扣兩分 只有你一個人, 即是你對我有問題 懷疑師父, 行為非常惡劣 扣二十分 馬上一輩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才知道你放大假, 這麼突然? 什麼時候回? 有條方法解不了, 解到就回 關於暫停的嗎?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 我們來看不用了, перевоз了 謝謝 謝謝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